哈喽小伯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进攻城堡有神器 哎呀卖 看来咱们今天要发了 这么多的储物箱啊 然后还有一大堆的小黑板提示牌 按照我的风格 好像也不用怎么看呀 干就完了 一个一个储物箱的都放一遍 这个里面是食物 拿上一些杯 接下来是第二组箱子 里面是护甲 那必须拿上一套 然后再直接给它穿到身上来 好嘞 再来看一下第三组 铁剑和斧头 那就只拿铁剑吧 怎么感觉都是一些好普通的东西啊 哦 第四组箱子里面是弓弩和弓箭 那就一样拿一把吧 然后箭的话不能全拿 要跟大黄蜂一人一半给分了 OK 就甚至最后一个储物箱了 哦吼 全是时髦啊 感觉都没啥用的呀 不过也拿上一些当备用吧 哎呀 我这眼睛是瞎了啊 现在才发现还有个防毒箱啊 一套钻石护甲 还有武器和食物 全都收下 然后再把现在身上这套 低级的装备给换掉 大黄蜂好像出去攻城了 咱们也赶紧出来支援他 我来个去 这城堡就建在我们家门口啊 这一出门就要挨打的节奏 这城墙上 轻易式的都是硫磺攻守 城楼上还不时的 有老沙顺着水楼梯游下来 老沙这是想做先锋兵啊 就先来把他们给解决了 好嘞 干掉了两个下来送死的了 接下来就是把城楼上的这些老铁 一个一个给他清理掉 好像我身上有穿着钻石护甲 他们的攻击对我没多大的效果哦 这右边基本上被我收拾掉了 接下来就铲除左边的了 哦对了 我都忘了我有狙击枪的啊 赶紧拿出来试试效果 哦吼 打出来的不是子弹 而是长矛 不过杀伤力还可以 先凑合着用吧 就剩下这两个了 搞定以后咱们就可以攻城了 哎哟 这边又来了一个送人头的了 OK搞定 嘿嘿 大黄蜂 咱们准备攻城了 这光荣的冲锋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在你后面给你打掩护 哎呀妈 这城楼上居然还躲藏着这么多的硫磺攻守 看来想上去还没那么容易啊 大黄蜂都被打退掉下去了 没事没事 哥们 勇敢一点 相信你再多挨几件 就一定会成功攻上去的 我嘞个去 千辛万苦啊 总算是跟上来了 这上面大部分怪物 已经被大黄蜂给解决了 那剩下这些零零闪闪的几个 我来帮忙解决掉吧 城楼上的怪物都搞定了 但这城楼内也是戒备森严啊 守着一些长矛怪 不过数量不是很多 他们后面的小城堡 就是我们要攻进去的地方了 哎 大黄蜂直接跳下去了 那咱们也跟着下去 啊啊啊 我的天啊 被埋伏了 这下面这么多的老杀呀 直接被他们送回家了 哈哈 大黄蜂比我还先壮烈牺牲啊 兄弟兄弟 回来回来 先别进去 我这把狙击枪给你 我身上还有一把冲锋枪可以用的 好嘞 现在再继续进去跟他们大干一场 上了城楼 我准备跑到这后面来偷袭他们 嘿嘿 我才发现 我这把冲锋枪打出来的是迈充剑 而且打出去的子弹超密集的 跑到这下面才可以大开杀戒啊 哇哇哇 超爽超解压的 估计不用几秒钟 就能把他们给秒光了 大黄蜂直接跑进小城堡了 等等我啊 哎 怎么又跑出来了 哎呀嘛 超帅了 这里面一大堆埋伏啊 又被送回老家了 啊 大黄蜂你不是溜了吗 怎么也咯屁回来了 哈哈 看来是跟在我后面又进去了 这次我们是有备而来的了 跟在大黄蜂的后面一起冲进来吧 只要躲过激光网和地址陷阱 跑到这楼梯上来 再把里面的这些长毛怪一个一个收拾掉就安全了 好嘞 怪物全都灭了 现在城堡被我们拿下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些星星拿到手就胜利了 不行 我血量不足了 剩下的星星都在激光网里面了 这个艰巨有光荣的任务还是交给大黄蜂吧 厉害厉害 完美收工